19岁少年偶遇32岁郁姐 化学反应唰一下就产生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姐姐竟然是少年的父母 花钱雇来帮她破处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物语社 我是有知识有内涵 长得好看还见谈的于小巫 今天跟大家鼓道一发 大表姐尺度全开的喜剧 不要见怪 32岁的小花住在一个海滨小镇 一边当酒保一边跑滴滴 可是收入微薄 因为拖欠房屋税款 她的车被拖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 没有了车就不能载客 不载客就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就交不上税款 这是个死扣啊 就在这天 她看到一对富豪夫妇满网招人 只要哪个女孩 愿意跟他们19岁的儿子约会 就可以得到一台二手别克 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花满眼都是这台车 果断去应征了 据这对夫妇介绍 他们的儿子名叫大力 聪明善良 但不懂交际 从没交过女朋友 也没有任何朋友 过完夏天 她就要去普林斯顿念大学了 父母就想找个20到25岁的小姐姐 帮她在大学之前 变速超车 破个处 少年要织阿姨香 大灵欲姐总好过少不经事的小姑娘 不管你儿子多难搞定 姐都能让她从一个小畜男 变成小畜生 一顿嘴炮征服了富豪 他们同意让小花接了这单 但有个条件 不能让大力知道是父母安排的 小花要去跟她偶遇 大力每天都会在动物收容所做义工 小花花枝招展的就去了 假装要领养一条狗 看着面前的大游物 大力都蒙圈了 按照流程 她要问几个问题 小花使出浑身解数 对她施展魔法攻击 来你问吧 有问必答 大力登记了小花的个人信息后 小花说啥要送她回家 她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 就被拉上了小花借来的货车 上车就后悔了 这他妈都是啥 现场就要报警 小花抢了她的手机 大好的时光 你不鼓到我 你鼓到什么手机 油门踹到底奔向自己家 大力一看完了 我这是遇到变态了 要么是绑架 要么是个杀人狂魔呀 但谁还没点防范意识啊 她随身带着防狼喷雾 到地方就给小花防了 小花说你是不是傻 我刚给完你个人信息 绑架你个毛线呢 大力一琢磨也对 这可能是一场误会 要不帮你冲干净吧 俩人就以这种方式认识了 为了表示歉意 大力决定跟小花约会 第二天小花把她约去了酒吧 大力西装革虑 小花继续全方位勾搭 从眼神到身体 可大力不要勾啊 聊天中小花了解到 大力的父母掌握她的电脑密码 还给她的手机定位 她遵守一切规则 怕东怕西怕父母生气 这些才是她社交障碍的根源吧 但小花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 借着酒劲把大力带去了海边 来呀深夜裸泳啊 气氛刚哄起来 岸上来了三个小青年 一边嘲讽 一边拿走了他们的衣服 大力慌的一批 小花一脸不屑游上岸 老娘是不是给你们脸了 抢回衣服若无其事的回到海里 大力还不乐意了 你这样是不行不对 不道德的 小花都无奈了嘛 老娘不干了 俩人开始正面硬磕 大力愤怒了 兔子急了还爬引擎盖呢 他爬上小花的引擎盖 死活不下来 那小花能惯着你吗 他顶着大力启动了车 他们成为了城市夜空下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突然警察追了上来 为了保住自己的驾照 小花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铁轨 有经无险后 俩人也冰湿了前嫌 大力跟小花回了家 小花的机会来了 大费了一番周章 总算有点感觉了 大力过敏了 他一焦虑就会起疹子 这算是美好了 任务再一次暂停 姐这辛苦钱挣得也太辛苦了 既然啥也干不了 不如谈心呢 大力因为父母过度的溺爱和约束 很难走出自己的房间 小花住在这栋房子里32年 只因花爸当年离开了他和花妈 多年后花妈去世了 小花写给花爸一封信 却被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 他至今还留着那封信 不愿离开老房子 是想等花爸有一天会回来 第二天他们又见面了 经过了一天的玩耍和摩擦 大力心动了 小花一心想完成任务 可他已经把小花当成了女朋友 毕业舞会这天 他没去参加 而是选择跟小花约会 在餐厅里 大力破天荒的在人前弹起了钢琴 唱起了歌 虽然毛冷的 但他惊艳了所有人 小花听的心都要融化了 大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小镇去普林斯顿坐火车要5个小时 所以他正在考驾照 这样就可以每周末开车回来看小花了 看着他认真的脸 小花慌了 他只是想完成任务拿到车而已啊 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说不想谈异地恋 大力眼泪汪汪伤心离场 带着一身小倔强 去了学校的舞会 小花追过去哈欧特 被递指为学生家长 不要在意这些有的没的 老娘虽然不年轻 但是老娘虎啊 听说大力跟一个女生在楼上 小花发飙了 别他妈动我的二手别客 回去的路上大力表了个白 他爱上了小花 第二天他做了个决定 既然小花不喜欢异地恋 那他就不去上大学了 力爸崩溃了 哎呀脑儿疼 大力坚定地离开了 去拿力妈的车练车 就在这时 力妈给小花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小花主动终止任务 大力动了针感情 他不能伤害他 力爸告诉小花 即便终止任务 他也可以拿到那台车 只要他说服大力乖乖去上大学 然而 力妈的手机连接了车里的蓝牙 大力在车里听到了一切 原来全都是假的 他的人生依然被父母操控着 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 倔强的他把小花约来了自己家 场面陷入了尴尬 小花和力爸力妈一脸懵逼 大力借此良机 砸了那台别克 从此跟小花不再联系 两个人都回到了各自的人生轨道 夏天结束了 这段时间不止大力成长了 小花也有了改变 他烧掉了那封束缚他多年的信 翻修了那台破别克 卖了花妈留给他的房子 决心离开小镇 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走之前就想见见大力 可他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 一眼小花追去了普利斯顿大学 终于逮着他了 但大力还在置气 不管小花说啥 他就是不听 父母给他买了新车 小花多火啊 谁还不会怕引擎盖啊 这一次火花带闪电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 大力直接把车开进了海里 终于像上一次一样 他们兵士前嫌了 前程似锦的少年 会记得那个帮他成长的小镇姐姐 小镇姐姐也不会忘了 那个帮他扶平伤口的纯粮少年 虽然一切曾是父母的安排 但未来他们仍会珍惜这份友谊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一场甜蜜的结构文学 他们终于都走出去了 结局简直perfect呀 以及大表姐实在太适合 这种暴躁又破碎的角色了 好了不多说了 今天的不要见怪就见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敬请大力关注乌语社 咱们下期再见